作詞曲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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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實養狗 養蠻多 但是 在還沒有上課之前 對狗的認知就是 有限 你只能上網查 或是說問有養狗的 但是畢竟每隻狗的習性不一樣 我覺得 狗一定是會有改變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是人 對狗的認知 會有不一樣的 想法 譬如說我們上第一節會有用 想片來引導小狗 那這個可能 在網路 或者是 一些比較淺的書本上學都找不到 那 整個課程的過程 考歌也是改變蠻多 譬如說 它比較不會在籠子裡 大號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改變 那還有最重要就是說 狗跟家人的互動也是 跟還沒上課之前差蠻多的 小朋友 家人其實開始對 養寵物這件事情也會 有不一樣的認知 因為還沒上課之前 紀錄家的狗都是我在用 所以我覺得 來上課是過於良多 然後對狗狗對我們 四組 滿大的改變 然後透過老師的這個 比較科學專業的訓練 也知道說 再來如果還有狗要怎麼訓練 其實就是 買知識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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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Klim